第九題 若每分鐘有300庫輪的電量 通過導線的任意解面 則導線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這是要用我們的電流的定義 IA等於T分之Q 單位時間之內所通過的電量 要注意 我們的時間單位的是用的是秒 Q的單位呢 電量單位用的是庫輪 現在呢 有一分鐘 通過了300庫輪 但是一分鐘要換成秒 所以一分鐘有60秒 所以變成60分之300 所以答案呢 是5安培 所以第九題問我們說 折導線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B 5安培